曹女士和李先生结婚18年 可就在一个月前 他们选择以协议的方式 结束了这段婚姻 刚离婚的感觉好像对不起她呢 她毕竟跟我生活18年 她也跟我吃了不少苦 出于对前妻的感情和责任 李先生又想到了复婚 今天她来到金牌调解 就是真心的想挽回身边的这个女人 可让李先生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 当进入调解现场 前妻曹女士竟连珠炮式的 向她发泄着自己的愤怒 你不要瞎说 今天我跟你说你不要说谎话 就像你这种态度你还想复婚吗 你这种连实话你都不说 你还想复婚吗 你这样你让我委屈 你想我还能跟你过吗 面对妻子如此激烈的情绪 李先生会如何回应 她的回应为何会让前妻曹女士 再度暴跳如雷 你不要让我再受委屈了 我不会再跟你过这样子 曹女士反复强调的委屈究竟是什么 她又是从何而来 李先生能否体会得到 在今天在金牌调解的现场 李先生能否将前妻心中的委屈驱散 最终挽回前妻 前妻曹女士的委屈 会使内心真的难以抹去的痛吗 调解即刻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 没问题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曹女士和李先生 欢迎二位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两位来金牌调解 自己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试一半拿了理婚证 关键就是这解解不开 都离了干嘛还要去解开它 我做这个事情呢 决定可能也有苦衷的 我想想我们如果说 把之间的解解开了 把这诉苦出来的 让大家理解一下 我们到底谁错过你多一点 然后我们各个人做的 自己拉方做的好一点 我们说不定能顾得更好 那么李先生 如果今天大家把这些事 说一说 说开了 解开了 你想走复婚那一条路吗 我前期嘛 她愿意的话 我很愿意复婚的 好 曹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其实离婚已经离了 也不想来了 她说她想来 我觉得我对 她觉得她对 所以说觉得来找一下 公正一下 走到离婚这一步 是当初的你愿意的吗 我们属于协议的 两方都愿意的 那如果考虑复婚是你愿意的吗 要接下来再说 现在还没考虑 但显然在李先生这边 还有很多事情 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 尤其是对你 她没放下 你有感觉吗 其实我也放不下孩子 但是我觉得 真的是太压抑太累了 我这样过下去要疯掉的 我一个人面对前家 面对这么多人 我要疯掉的 你说面对那么多人 指的是什么人 他们全家人 曹女士坦言 她和前夫之所以走到离婚的地步 与婆家人脱不了干系 而要说起这其中的具体缘由 曹女士是气不打你出来 曹女士用简短的几句话 概括了她在婆家的遭遇 然而一旁的李先生连忙反驳道 根本不是家人 故意鄙视前妻 看不起前妻 而是前妻的行为处事 本身就存在问题 以至于家人对她都很反感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 也为了更好地向大家解释 为什么家人如此排斥前妻 李先生随后 便跟我们讲述了两件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去年 我大的妹妹经济比较困难一点 然后呢 她到四十分底 打电话给我说 哥 能不能记得你给我 我当时跟她商量一下 她当时好像也同意了 后来呢 经过三两天时间 我不知道怎么要 当我工资要发下来的时候 又不借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也在那里打了多少年 我跟我妹妹 妹妹不到万不太一 我其实我跟我妹妹 真的按小时交谈都很少 她不同意以后 你怎么去跟你妹妹说 当时没跟大妹妹打电话 然后我自己 跟我小妹妹打电话 不好意思开口是吗 对呀 我说小妹妹 要么你那边有钱宽散的话 你先调给大妹妹用嘛 然后到好像是十月份 我奶奶生日嘛 我有个姑姑在辽宁回来 辽宁回来呢 因为她们也七十多了 然后我一想呢 她们从辽宁呢 七十多岁呢 每年都能回来一次 那我先差十五百公里吧 我说那我看看 我抽出时间来 我也回去想 跟他们聊一聊 我刚说了就不同意 不同意回去 我说我当时晚上回去 我第二天就可以过来 不过她马上 我是早上坐车 她中午坐车 她也跟着回来 她到那边说 有什么事 应该是我父母事件 不关我的事 不要说叫我回来 其实我大姑姑他们 根本没说叫我回去 就是说她在你的亲戚面前抱怨 如果是家里人的事 不应该牵扯到 对对对 当时她跟亲戚们说这些时候 亲戚们是什么反应 肯定不开心啊 太强势 说点话了 基本上不容易的 从李先生跟我们讲述的 这两件事情上 我们确实能感觉到 曹女士很强势 似乎在很正常的一些 家庭事故上 她都要无理取闹 没事找茬 搞得家里鸡犬不宁 但是曹女士 很快就对这两件事 进行了一个澄清 她在这个澄清的过程中 让我们明白了 她为何会这样无理取闹 她的无理取闹 是不是真的都是无理的 她妹妹借钱的是 我确实认她了 不是我变卦了 我答应她借五千 她非要借一万 在这三天 她不停地跟我吵 我就说 我说她跟我关系不好 我借五千块 她已经各给她面子了 我说实话 也是给她面子 照她妹妹对我那个态度 对我那个行为 我一毛不戒 有一次就是我婆婆跟我吵架 我小姑子站在边上 直接冲过来 要打我 为了什么 就是我婆婆跟我吵架 她就说 就跟我吵架 我婆婆说我不好 她就跟我吵架 而且 明明是婆婆令不清的 到最后 他们人都还欺负人少 就越吵气越大 我借一万 我借五万 我也不心疼 反正我心里委屈 我不想借这个钱 心里变怂 姑姑呢 姑姑回两家的事 其实我也很生气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 跟她姑姑也有毛的 而且就是 也是之前的问题 我公公就跟她们姑姑讲 她大姑子跟小姑子都骂我 她也从来不问问我 为什么 我们之间会吵架 只要公婆跟你起矛盾了 这一家人 无论是小姑子还是姑姑 都会无原则地帮他们 打压你 对 根本就不拿我当个人 就是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 我根本就 鄙视你 根本就 我就骂你 你怎么的 你还能干把我怎么的 我能不能理解为 就跟不借钱给小姑子是一样 也是你心里别扭 所以你不让她去姑姑家 你知道她的别扭 是为了什么 她别扭为报复 其实我小姑呢 跟我妈妈他们之间 关系也不这么好 怎么可能说这些话 这个我认为她是因为她是一种心理责用 小说话我跟你说 我可以给你发誓 你为什么不承认 当初你也没在场 你为什么确定是她不可能的 先生你给我们一个解释 就是她会对姑姑有意见 按照她的讲述 是因为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说你否认有这件事情 否认你家人是会是那个样子的话 那么她为什么对你姑姑会那么有意见 有那么大的矛盾 我也可以再问一下她 你对我 舅子 姨啊 姑啊 叔啊 哪个没意见 所有人都有意见 对不对 那问你呢 你那个姨妈 有没有跟你舅舅 是不是因为你妈去告状的 我有一次亲自到 都跟你和公婆的矛盾有关 对 所有的亲戚 在我公公婆婆的讲述下 都认为我不好 其实 不管曹女士和家中的哪一位有矛盾 我们发现她的讲述 集中的指向了两个人 那就是她的公公婆婆 她认为家人之所以排挤她 都是公公婆婆一手造成的 随后 她对我们讲述了一些事实 而正是这些事实 让我们感觉到 曹女士在这个家中 确实受到了很多的委屈 我生我女儿的时候 我生我女儿三天了 我公公跑到我房里 跟我老公吵架 你为什么要生个女儿 我说 这生女儿又不是我愿意的 我真的很不能接受 但是我的记忆当中 都没有那种出现那种说 我是女儿 女儿为什么 你父亲呢 好像当时我们在楼下 是当时问了一下 但我们说我们生的就生的 她的讲述是你父亲是带着怒气 愤怒说的 而你说的是说了一下 她就是有点重男性女 你们俩的感受是不同的 没有吗 她声音没大吧 你今天我跟你说 你不要说谎话 为什么不承认 结婚初期刚生完孩子 曹女士就遭到了来自公婆的不满 然而这件事还不算什么 之后公公还对她做出了更加过分的事 而这件事将她做女人的尊严踩到了底线 而她的丈夫也像其他亲戚一样 听信公公婆婆的话 和家人一起将矛头对准了曹女士 让曹女士感到万箭穿心般的痛 还有一次就是 我老公不在家吗 我们家里来个人 来个男的 我公公也在家里 婆婆都在家里 我老公打工回来了 他就跟我老公到家里就冲着我老公 长着我老公 你打他 他说我跟那个男人有关系 后来我老公真的冲我来要打我 后来我就说我老公的 我说你今天打我 你可以你打了你要付出代价的 你你要找出证据来的 如果你打我 我娘家弟弟来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不是白打的 那次事情呢 我也没在家 他可能说的 因为呢 你不要说可能 是 那就是说的 因为我没在家不能说可能吗 我也没看见 你爸爸当在你面说我的 说我跟那个男人有关系 叫你打我的 你怎么叫可能呢 其实我好像记忆当中 是你跟我提的 你不要瞎说 真的 是你 你说我父亲说你在哪儿干嘛的 我 而且我 没说 有动手说打理的意思 你不要不承认我跟你说 那你是说 就说远远发 就像你这种态度 你还嫌复婚吗 你这种连实话你都不说 你还嫌复婚吗 你这样你让我委屈 你想我还能跟你过吗 你想跟我过 你今天就说实话 我为了孩子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你不要让我再受委屈了 我不会再跟你过这样子 我只求你说是公道话 其实我也是的 我跟 真的说公道话的 你公道话 你爸爸那天很火的 拍个镯子 叫你打我 他根本就不当回事 这是他处理每一件事情 伤害你的地方是吗 是的 不当一回事 看不到你的委屈 你的伤害 是的 还有去年就是因为我 我回家了嘛 我女儿几年跟小儿子 都没回老家去 我女儿放假 说我们回老家去玩玩嘛 玩玩嘛 我说行 我说正好 我说我回家学个价值员 是不是 那个时候 我公公也在家里 公公在家里 我婆婆不在家里 我公公天天上厕所 不关门 一个厕所 后来我就说他了 我说你上厕所 怎么不关门呀 后来他也不管我 也不理我的 该不关门不关门 你说话就像个空气一样 过了几天了 两三天了 我也没吭声 他突然间跟我说 我穿三角裤头行吗 我说我女儿这么大个女儿 女孩子 我也在家里 你穿个三角裤头 像什么东西 我说不行的呀 我那个意思就不行的呗 说完了 他也没回答话 反正照样穿三角裤头 到处跑 后来我告诉我老公 我老公说 你不能搬出去住啊 这个家是我的 那个房子是我造的 我凭什么要搬出去住 你说我生气不生气 来解释吧 我跟她说 我说你反正在 我们那个 你正常一点 有一点远 我说你实在不得 那就是在正常住个房子 你先把家子人削好了 然后回来 然后我们过年 再解决这个事情 我说我现在上班 实在没时间 就必须回去 父亲是不是那样 习惯 是有一点 是有这习惯 好 比如说是老人家 就是改不了了 还是老人家是 故意不把他的话当话 他应该不肯改了 有点随意了 就是无所谓 对对对 好 然后他说通过你 去跟你父亲沟通 我父亲我也打电话给他 我父亲呢 他就是一天都晚喝酒 在家在家睡晕晕的 没把你的话当话是吗 对对对 不高兴 其实他 那我们可不可以认为 就是你跟你父亲说什么 其实也都无用 我父亲呢 是不怎么说得进去的 他在他们全家说话 都没有用的 他们都不会听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怪他什么呢 他听他们说话 他不听 他到不来还要说我不好 你生气的是 他为什么会这样对你 是吗 他也不明白事 我跟他说的办法 他也不行 反正他 你跟他说什么办法 跟他说的 以前就是这个关于说吵架的时候 吵架的事多嘛 我们就说我们搬出去 一直我们就是过年呢 有时候平时我们可以不回家嘛 让他自己去反省反省 为什么儿女过年都不回家 是不是 让他反省一下 是不是 老人们不好 我们也不要去打他嘛 用冷处理的方式是吗 是的 不可能的 我妈妈不开心 我爸爸不开心 那我 我凭什么这样做 我要为我妈妈开心 我爸爸开心 我才开心 他说我是矮女 我凭什么让他不开心 父母的开心 是建立在你的痛苦之上的 他从来不会在乎我的感受 不会注意我 每说美的每一句话 不会注意我开不开心 他只会在意他妈开不开心 爹开不开心 妹妹开不开心 我在他们家里 他从来不把我放在心上 我压抑啊 我真的快要疯掉了 我一直为了孩子 我舍不得离婚 我每次有时候 就一个人在流泪 我舍不得孩子 但我太压抑了 你知道吗 我经常一个人在矛盾 真的很多次想离开这个家 想要我那个可怜的孩子 我也是不舍不得 我说我在你家 一个没好吃 一个没懒惰 平常的你们全家对我这样 说起自己在婆家的遭遇 曹女士声泪居下 她没有想到 自己安安分分操心指甲 最后却是换来这样的结果 而造成这一切的 除了前夫 更多的是前夫的家人 对此 李先生的家人会有什么看法 他们是否了解 曹女士心里所承受的委屈 主持人张婷当即决定 连线李先生的妹妹 喂 你好 喂 耽误你几分钟啊 想问一下就是因为你哥哥来 想跟嫂子谈一谈 他们之间的一些问题 其中涉及到的就是有一部分 嫂子和你们家人之间的一些矛盾 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 就是家人或者说就是你 对这个嫂嫂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能说说吗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跟你爸妈相处的不好吗 是因为什么知道吗 那你说这个家庭难免有鸡毛丧迷的事情 你让我一件一件事我怎么说 比如说你是觉得嫂子的问题 还是你爸妈的问题 这个现在老年人也有问题 他我觉得也还是存在问题的 不可能是不存在问题的 对 什么方面的问题呢 我不想整个家庭天天为这个鸡毛丧迷的事情 为了都天天吵架 谁都不想看你 你说我们做女儿子 你们回到哥哥家 也不是天天回去的 你要偶尔回去一次 就把脸色给人看 你说你嫂子给你脸色看 你回去你高兴吗 你爸妈还在家呢 你能不回去吗 你嫂子因为前面讲了一件事情 她说有一次是跟你妈妈 还是跟你爸爸闹一点不愉快 然后说你都没有问一下是为什么 说你就要冲过去打她 有这个事吗 你说我也没存家也不懂事 我就看你妈妈被欺负了 你说你会有什么样的 因为嫂子她说觉得当时至少 你们应该先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然后来 就是个公道 就是这个意思 有的时候你不会想那么多 事情发生了 你有一个第一反应 所以像这样的一件事 我同学都不敢求一下 有的时候一个眼神 翻了她们都不出来 所以在你们看来 就是嫂子是一个不太好接近 不太好相处的人是吗 谁都不是十天四美 谁都有问你 那你不能每一次都为细胞上迷草 好 小妹妹还想最后问一下你 因为哥哥现在还是希望看看 包括嫂子自己也有这个想法 看看他们能不能复婚 所以你们家人的态度能说说吗 只要他们过得好就嫌 只要露得天天心情不灵 我们就不管 你要问我爸妈要实在会回家 那你们去老家的地方 你给他盖点房子 让他们过去住也没有问题 我对家里 如果说他们在家 我们就少回去两岁 你们他们不在家 我们就都回家两岁 我们就不复面了 不复面不会是有毛病 嫂子就没有拿一点好的吗 让你们认可的 有吗 嫂子 人也不能 人好也好 坏也坏 就是有的时候太计较了 我觉得没必要 就除了爱计较这一点 其他都还不错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还行 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啊 妹妹表达了一种感受 就是好像每次回家 看到的你 都是一个不开心的你 她怎么不说 我妈来了 她都把碗摔得咚咚响 她怎么不说 后来我就把这个话 告诉我老公 我老公也说我 你妈来我家就不该烧饭了 为什么到你弟弟家里 去烧饭 表达了你有问你 还是你表达有问你 我说你妈妈过来的 我说你也早点起来起来 你是说她 我跟她说 其实我压力很大的 毕竟家里别家里不 然后我也靠我自己打病 父母真正 孙数大 真正不会住室 然后呢 我也可能说 如果我们体验体验她 那我问你 我们家里人像你们家里人 去无缘无故去骂你吗 无缘无故的去 去把脸色给你看吗 你真的每年每年回家 你对我这个样子 我们家里我妈骂过你吗 我妈打过你吗 她也没给我个说法 曹女士对前夫发起了连缓指纹 就好像在发泄着内心的满腔怒火和怨气 此时现场的几位观察员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 那么他们能理解曹女士这份愤怒之情吗 我今天先给男方出一个很古老的选择题 在老妈和妻子同时落水的时候 你会去先救谁 不好说 都先救 你说这个话是真心的 但是作为我来讲 我是一个婆婆 我希望儿子先救媳妇 其理由有几点 第一 他年轻 他的道路更长 第二个观点 儿子是我生的 希望这个儿子能生活得更幸福 更长久 所以说宁可牺牲我自己 第三 这个女人跟我们家没任何关系 我们没养过别人 他到这个家庭来 就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成员 因此不能亏待他 第四 他到这个家庭来是有奉献的 他给这个家庭传宗结代 生了两个孩子 他是孩子的妈妈 孩子需要妈 这就是我今天给你的答案 在这块我想 你应该听明白 应该知道妻子的分量 父母是要尊重 是要孝顺 但是父母年纪大了 有些地方 有些不能壮的自己是老年人 是父母 我就应该居高临下 我就应该如何如何 我就可以不讲道理 作为儿子来讲 你可以包容你的父母 怎么的都行 作为媳妇来讲 你不能强求要求别人 也同样像你一样能够做到 福祉的包容 很难 其实今天呢 我们看到曹女士 的确是感觉压抑了很久的 这个情绪 终于在 肌脉调节 得以宣泄出来 因为你 护亲 不中期 如果你不贴心也就罢了 你还不理解 更没有去保护她 所以我真的就觉得 听下来 曹女士 她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 嫁到你家来以后 她是走在沼泽地里 举步为坚 走得非常艰难 而且 当她需要 您和她携手 一起来处理问题 处理矛盾的时候 您要么就是说 你离开这个家吧 或者说 我爸爸改不了了 年纪大了 这不可能去解决 那么李先生 你的护亲不中期 能不能改成 护亲也中期 能不能紧紧牵住 你妻子的手 即便她有一些 做得不够妥当的地方 但是你告诉她 我不会松开你的手 有什么问题 你和我说 我一定会正面去解决 我们一起商量 我永远不会松开你的手 只有这样 我想两位才有复婚的可能 也才有白头偕老的可能 今天我坐在这里 我听女方在说话的时候 我忍不住在对旁边的人说 我说天哪 以她这样说话的速度 谁跟她过日子都好难受的 为什么 其实我并不是在埋怨她 我是在想 这个女人积累了多久啊 才有这样的表达 而她呼唤了多久 你的耳朵长在哪里 你怎么听不到 你仔仔细细想想 18年来 你老婆 她的委屈 你看到过吗 你想过要介入吗 她的压抑 你感受到了吗 任何事情都必须要去面对和解决 人再老都会改变 没有媳妇进门的时候 可以穿着三脚裤到处乱跑 但是有了媳妇进门 这个行为就得改变 要不你就别娶媳妇进门 所以我想 笑不是这样 别拿笑来压人 我也知道 我也想哭 但去年 其实我为这个事 每次都在跟她交流 生活中有很多种沟通的方式 不是说我求着你爸 我老婆不舒服 不 不是因为你老婆不舒服 你要告诉爸 我不舒服 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很不舒服 当你作为一个男人 你感觉到 他的行为侵犯到了 你的妻子的时候 你要想想 是谁在不舒服 你在维护什么 有很多时候 跟父母的关系 是要有边界的 不是因为他生了你 养了你 然后就没有了任何的边界 为什么 你没有愤怒 你没有这些想法 而只是觉得他是麻烦 所以要重新去思考 三位观察员都理解了曹女士的内心 一遍遍地替曹女士向前夫李先生发出呐喊 作为儿子 作为儿子来讲 你可以包容你的父母 作为媳妇来讲 你不能强求要求别人 也同样扶持地包容 李先生 你的护亲不中期 能不能改成 护亲 也中期 他呼唤了多久 你的耳朵长在哪里 此时的曹女士 有着太多太多的委屈与积怨 都伴随着她的眼泪倾泻而出 但也就是她的眼泪 让调解员胡静云 看到了另外一样东西 他随后问了曹女士 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那首先我还是很理解曹女士 你今天你的情绪是真实的吗 反过来曹女士这边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家里面现在很多矛盾 对吧 已经闹到离婚了 那我想问一下 家里面有哪一个人 希望是这么一个结局 这种都没有 没有人有 如果是没有的话 那她可不可以 给你一点什么启发呢 我只是提醒你 伤害我们的人 有时候他们自己 其实也就是逃避 或者说他们自己 不希望事情变得这么糟 所以他们也会想不通 家里面怎么闹成这样 包括她的小妹妹 那我们就互相先打量一下 我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我要扔出三个词语 我们来想一下 推敲一下 第一个词语 反反复复提到的是计较 所谓的计较就是 只是想讲理 但方法不对 所以寸步难行 第二个词我想到的是什么呢 实话 你刚才说 你希望她讲实话 对不对 对 到了今天 你要是再不讲实话的话 那复婚是想到不要想 是的 没意义吗 是的 她这样不说实话 就是让我受委屈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转向 李先生 什么叫实话呢 我在想 她不断地跟你讲 要实话 我就在想 在这个时候 对你来讲 所谓的实话 就是贴心话 但是从调节到现在 你试图讲实话 但我没有听到一句贴心话 那她就会觉得 没有听到实话 第三个词语呢 我就想到你的状态 这叫发懵 我会觉得在你 因为你习惯了这个家 你会觉得这个天 并没有他乡 过一过其实就好了 但在她这里 就连每一天 继续活下去 这一种味道都没有 那对她来讲 这个生活就毫无意义 所以你这个发懵 我个人认为 是因为你没有看到 她的世界 所以这个时候 我会想到一句话 一个在这个大家庭里面 处理婆媳关系也好 或者大家庭矛盾也好 一个发懵的男人 往往有一个通病 这个通病 用这么一句话来讲 就是以孝敬的名义 逃避 家庭矛盾 这其实就是一种 严重的不作为了 用这三个词 我觉得这里面 好像有一些方向 在这里面 调解员胡建云的分析 为调解提供了 一个新的方向 顺着她的思路 现场有一位观察员 此刻也想和曹女士聊一聊 那么他们接下来的谈话 能不能让今天在现场 尤为激动的曹女士 所接受呢 曹女士 我觉得您很多时候 在表达您的一些想法的时候 是用情绪代替了处理问题的理智方法 比如说 当你的这个公公婆婆 对你一些不利的 不好的处理方式 态度的时候 你会很激烈的去反弹 但我们有一句话讲 有理不在嗓门高 当你用情绪去处理问题的时候 你给别人落下的画饼就是 你很刁蛮 你很计较 把你所有的美好 一笔勾销 总结下来就是 做人不够逃巧 反应过于激烈 让人觉得你 更多的时候 在计较对方 而从来也没有去 反思自己 如何可以让自己 掌控局面 我不是说你 要承认自己错在哪 我不想说这个事情 我只是觉得 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如何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 所以在处理问题的时候 学会讨巧 学会分清是非 丁是丁 卯是卯 就像说 你的小姑子 要借钱的时候 你开始答应了他 后来不答应了 原因是什么呢 你说了 因为你的姑子对你不好 可事实的情况是 你的姑子那个时候 的确是需要人帮助 而且您也有能力帮助 如果说此时此刻 你把跟姑子的 这个关系 和姑子的确需要人帮助的 这个事情 两件事情分开来处理 恩是恩 怨是怨 那你的姑子 一定会对你另眼相待 所以呢 你觉得你自己做了一个好人 却没有被人评价为好 你觉得你很委屈 你的委屈一方面有道理 但更多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咱们自身的处理 情绪的态度和方法上 存在问题 所以希望您去思考一下 观察员刘峰认为 造成如今局面 曹女士也有一定的责任 主要是处理问题过于情绪化 但就如何来打破这样的局面 观察员刘峰还是决定 要在密室里和李先生谈一谈 男人要掌控局面 你学会去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 不是站在我的角度 我老婆又错在哪里 不是真的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 永远不解决不了问题 你要懂得你妻子到底需要什么 她想要什么 实在是爸妈年纪大了 改变不是那么快 那么容易的话 那就想尽量 暂时不要住在一起 观察员刘峰试图让李先生明白 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在家庭事务中充当什么角色 但听了刘峰老师的建议 李先生依旧愁眉不展 他有着他的担忧 我就怕我老婆的性能干不了 就是我不接受父母 学会掌控局面 学会理解老婆的想法 然后你才有资格和能力 去教育改变妻子 你首先想到的是教育改变妻子 然后你永远教育不了她 你只有先让她得到了尊重 她才会接下来愿意改变自己 因为你是男人 你必须得先站出来改变 你觉得她是无中生有的女人吗 她是胡说八道的 至少有影子在这里吧 我们都看到了 我们也不傻 看来李先生在慢慢接受老师的建议 此时密室里 观察员廖喜玉就今后如何面对和处理家庭问题 也在和曹女士坐着交流 年轻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处理方法 再说难免不怪你 你就想想自己 这个问题发生了 矛盾发生了 师伯我小潮 我这个做媳妇的 我这个做老婆的 我应该在哪方有些调整 我自己也在迷茫 找不到正确答案 家里不是讲你的地方 家里是讲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讲爱的地方 对 如果你用爱去化解一切矛盾 你要学会用微笑去面对生活 来你的脸上的微笑到哪 观察员廖喜玉通过这样简单的方式 试图帮助曹女士找回心里的那份温暖 调整好状态 随后观察员廖喜玉改变交谈方式 她拿出了一张写有内容的纸 这张纸我就送给你 虽然 这是我想了很久 从一开始我就写好了这些的 送给你 那么在这张纸上究竟写了什么 它上面的内容又会发生什么样神奇的作用 它能够为这场调解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女方曹女士是想给大家说一段话是吧 准备好了吗 我来到这里 收获很大 把我心中的委屈 全部放下了 泄掉了 我找到了开心 我找到了开心 所以我以后要改变我的生活 我要过得开心 过得快乐 那生活才有意义 为了家 为了孩子 为了老公 都奉献点爱 以后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 就怕我 婆婆公公小姑子 对我有错误的想法 或者说 不够理解 我都可以 忍让 但是 我只要求我老公能理解我 知道我在受委屈 别的也没有什么要求 老婆 给你个拥抱 虽然是前妻 但是我知道你对心里还是有我的 老婆 我喜欢你 但是 就是说 要靠我 改变我的缺点 然后让你 感觉到 在家里边的温暖 或者 我就是包括 我亲亲 以后 他们呢 对你的看法 因为也会有好多改变 希望你能配合我 一起再感化他们 让他们也一样 用爱来奉献这个家 这个话说得好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 他贴心的人 这点很重要 你要是跟他贴心 他温暖了 他就可以拿出更多的温暖 给其他的人 你多抱一下 出点汗 就温暖一下 好了 我们四十岁了 抱在位置 OK OK 谢谢 谢谢 把他背 背下去 挑戒在轻松愉悦中结束了 希望李先生 能永远像今天最后那样 给前妻一个暖心的拥抱 这个拥抱 能够卸下前妻心里的委屈 这个拥抱 能够帮前妻强硬的脸上 找回一丝温柔 这个拥抱 更能让前妻的脸上 多一些笑容 也只有这样 他们的感情 才会因此变得更加的温暖 只有彼此温暖了 才能给这个大家庭 带去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金牌调节 一场离婚 扯出了蹊跷的真假二字 是假离婚 我这就是离了那个 没有真的假的 蹊跷的事情 接二连三 婚后无子女 这个离婚协议是什么意思 对呀 有儿女 怎么说没有儿女呢 他净身出户 只为离婚 可是过程却不清不楚 令他不甘 差差都归了你了 我什么也没有 现场又发生了什么 让他愤怒不已 拂袖而去 好了你自己挑吧 我走了 不用说 说假 我说你废话有用啊 这对曾经的夫妻 究竟该怎么清理 他们那场 蹊跷的离婚事件 明晚十点 江西卫视金牌调节 敬请收看 是谁制造了这场 蹊跷的离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